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这个GPT4O的原生汇图功能 昨天呢 因为时间的原因 然后比较浅显的给大家聊了一点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就尽我所能给大家多测一点 那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 现在我们来到OpenXia的官网 选择这个GPT4O模型 只要你是Plus Pro或者是Team计划的 我们都可以直接使用最新的原生汇图功能 那么至于免费用的暂时是不可用的 他们说后续会推送 崩溃了 我真的崩溃了 首先我的第一个点子就让它绘制一些精美的图片 然后让它抠出来 因为它现在是可以输出透明图片的 而且精度非常高 我当时看完呢就感觉精为天人 那现在我们就来试一试 我让它绘制一个Shamer Automatt和Google CEO 在激烈辩论的贴纸 背景让它变成透明的 好 现在就已经生成完毕了 我们可以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然后来到我们的PS里给它粘贴进来 可以更改一下背景色 看一下它确实是透明的 那现在呢 我只需要简单的做一些调整 就可以完成这个封面的制作了 我给它上传到了图床 然后替换上了 在B站上的显示效果呢 大概就是这样的 看见还可以吧 而且非常的快速 玩呢 画一个Shamer Automatt 穿着黑色西装 戴着墨镜 手里呢 拿一个小手面具 看起来像是刚从脸上摘下来 电影质感 背景还写着文字 不装了 摊牌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 这个摊牌的摊子是错了 不过呢 无伤大雅 看一下这个质感 我是非常喜欢的 这个字错得更离谱了 因为我没有让它纠正这个摊字 而这个比例呢 就有意思了 它很明显不是16比9 更像是16比10或者3比2 但是我想说的是 这个应该是Open开他们自己限制这个容器的比例 我们如果把它复制 放到PS里挤压一下 应该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就非常可惜呀 为什么要限制这个比例呢 如果不限制比例 我们可以做非常长的那种宽荧幕的 这么酷很有喜 不过呢 我依然很满意第一张图片 所以这里我更改一下 让它扣出来 我手动制作 把人物单独扣出 背景变成透明的 发送 然后我复制这张图片 贴紧PS里 这里看起来有些白边 那有两种这些办法 那一种呢是给它收缩一下 收缩个二像素 然后呢加一个蒙板 这样就可以了 或者呢单纯加一个描边也是可以的 现在我们来试试它这个图标设计功能 然后给它贴了一个Dubesig的图标 帮我设计成3D的 现在已经生成完毕了 它是这样的 可以看一下这个质感 我们依然可以让它变成透明的 这里我说让沙姆奥特曼和马斯克 骑在上面玩耍 是我一个小小的恶趣味 那它生成的是这样的 风格呢是参考了这个logo的风格 还是可以的 现在我把这个logo复制 同时呢也把奥特曼的这张图片拿了进来 直接说 让人物手里拿着这个 这个呢就看它的融合能力 就是能不能把手里的小手面具 换成这个图标 变成了这样的 但我们也能发现一些问题 如果是让它生成一些真人的图片 它对面部的这个细节把控是比较好的 但是这个长相识别呢 确实不太行 不过如果你让它转一些动漫的风格 那它还是可以的 我们试一下很火的那个宫崎俊风格 但如果你直接说把图片换成宫崎俊风格 它大概率会拒绝 它说我无法将这张照片 转换为宫崎俊风格的图片 因为这涉及对人物肖像的生成和处理 我们新开一个聊天 说让它绘制成吉普利风格 然后直接回车 它这个细节识别呢非常好 包括这个帽子 夹克 以及这个花里胡罩的领带 跟我的圆图呢 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我们也可以让它转换成任意风格 比如转换成布偶 可以看一下 这个完全可以当头像了 我说让山姆穿着西装 手里拿着这个布偶 那我也是出息了 可以当上奥特曼的掌重宝了 我他妈来了 用布偶形象制作一幅热血漫画 剧情是与山姆特曼格斗 刚刚还是长中宝 现在开始进行搏斗 这个呢就像爱情 来得快去得也快 我们看一下这个一致性 领带帽子 以及这个风格 但是呢只有一幅不太够 我需要让它画一个四格漫画 它画的是这样的 但是呢它的中文知识 确实不太好 如果你用英文的话 就没有这种问题 也可以理解嘛 汉字呢生成起来 确实有点麻烦 我们还可以让它 把一些之前的古画 转换成真人 把图片转换成真实风格 这个图片呢 是在网上找的 李白的图片 我看一下它能 转换成什么样的 大概呢就是这样了 它没有转换成真人 因为我是说让它 转换成真实风格 看起来好像是 变成了油画风格 我这里贴了一张 雷电将军 我想看看它真实长什么样 转换成真人 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这个频道呢 是一个绿色小清新的频道 我个人呢 也是脱离了低级趣味 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式 一心只读圣贤书的 一个优质up主 记得关注 生存完毕之后呢 就这样的 一般 不如二次 我这块呢 尝试让它跟我同框 因为我考虑到 可能有朋友好奇 到底能不能做到这种事情 你他妈谁啊 你给我滚开 请你放它走 可以吗 好 我们来试一些 稍微复杂一点的 一张狗仔队风格的偷拍照片 山毛特曼穿过 美国购物中心的停车场 他带着惊讶的表情 瞥了一眼 试图避免被拍到 他的外套在风中飘动 相机的闪光灯 部分曝光了图像 现在这张图片呢 已经接近了真实照片 但是我不太满意 我让它景色变为 晚上电影集光影质感 带有胶片风格 比例要横平 发送 不知道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 我们来试一试 如果没有的话 我先拍一张 好 现在图片称动完毕 我也投送了一张我的照片 我就不放大图了 因为有点恶心 我让他人物换成这个 也就是我刚刚拍摄的 不是 等会 他好像识别不了 我这个图片 因为我这个格式是 HEIC的嘛 就是苹果自带的这种格式 他识别不到 为什么要换成扎克伯格 真的很离谱啊 你看我他妈这个 然后扎克伯格这个 我截了一下 下图重一发一下 现在他就可以识别到我的脸了 大概呢就长这样 好 赶紧滑走 防止有人截图 截我的丑照发群力 所以先预防一手 看一下这个效果 最终给出的结果呢 是这样的 那其实跟我拍的 已经非常相似了 只不过我的脸型 不是这样的 至少他识别出来 我是一个亚洲人嘛 这个鼻子 这个嘴 以及垮的这个鼻脸 非常像我 但他不是我 我又有了一个神奇的想法 不然他把表情包 换成真人 看他怎么给转换 这次我不确定 他能不能精准识别 因为这个表情包 实在是太糊了 他是不是说 这个小舅舅 卧槽别看我 我害怕 这是我的头像 接着呢 我让他根据我这个形象 来制作一些表情包 那不得不说 除了画质差了点 那其他都非常好 把人物单独抠出来 画质也要好一些 现在呢 就是这样的了 不知道各位觉得怎么样 我个人还是比较满意的 因为我这张图 原本画质也不是特别高 我又发了他一张真实的图 让他也转成这种风格 我看一看他要怎么操作 他这个细节识别做得非常好 包括这个手表 你看 我就拿了这个老图示了一下 你看这个效果 最后呢 我们再来鉴赏一些 网友生成的图片 先看这个 哇 真的是一切金在不言中 这个叫广制网友发的 让他转换成日本动漫 好像没有事 让他转成日本动漫 还挺好看 测试用GP4O的原生走送能力 来生成icon 任何视约风格都能被直接复制过来 确实 认可 4O用藏师傅的头像猫咪做的表情包 理解能力太强了 小户发的提取表情包 重新制作表情包 弄人下午啥也没干 劝大家远离会上瘾 404 吃瓜 头发炸毛 好可爱 这个 吉普利风格 把车子改成红色 背景加一行字 字体改成白色 用几个风格的字体 粗一点 对墙面文字进行作旧 加上一些噪声 那么测试阶段呢 大概就是这样 简单来说一下 我的使用体验 就是会上演 非常的爽 而且它这个生成质量纠极高呀 几乎可以直接拿来用 那我下雨之后呢 可能还是会再去玩一玩 在我以后的视频中呢 我觉得 我可以把封面的工作交给它了 自己做一些简单的更改 就可以直接用了 总之就是非常的好 如果各位有心情的话 一定要去体验一下 那么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 或者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 欢迎给个一键三连 如果各位有什么想看的内容 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打出来 那么最后的最后 祝各位玩得愉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